萬達集團日前以632億元人民幣的價格 將中國的76家酒店和13個主題樂園 賣給了同業融創中國 外界認為 這筆交易大有玄機 因為融創收購這些資產所需要的資金 有將近一半是由萬達向銀行所借 質疑為何萬達要借錢給對方收購自家的資產 萬達宣布把近632億元的資產 賣給融創中國之後 融創11號又發布公告指出 其中有296億元是來自萬達的貸款 《華爾街日報》引述金融研究公司的分析表示 如果萬達借錢給融創中國 那麼 萬達將把銀行貸款計作資產而不是債務 融創中國則會把萬達的這筆貸款計為債務 由於兩家公司並未公布交易細節 專家和股東除了粗略的計算 很難總結這筆交易的本質 對這筆交易的融資安排 外界都覺得非常奇怪 《網易財經》的報導指出 這種賣方融資的手法在併購中不算罕見 說穿了是一個鐵了心要賣 一個想買但缺點錢 事出反常必有因由 輿論普遍認為 王建林可能步入蕭建華、吳小輝的後塵 所以他急著變賣資產準備跑路 對此 中國問題專家文昭認為 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因為要跑路的人嘛 他賣了房子賣了地之後 首先要做的就是趕快兌換成金條銀元 現在呢就是得兌換成美元匯往海外 而資本流出現在是受政府嚴格管制的 有大額資本想匯到海外去 那純屬自己往槍口上撞 不僅不能輸出資本的 政府還要你把錢從海外往國內搬呢 想跑路的人總不能揣著一把人民幣了 對吧 文昭認為 如果萬達這次大舉出售資產 是為了削減債務 那麼說明它確實受到了 比較大的政治層面的壓力 就是當局要求萬達必須降低負債率 必須在中共十九大前 為金融安全做出貢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上個月被宣布和萬達 一起受到調查的另外幾家公司 海航、富星、安邦和浙江、羅森內裡 那也就都會受到同樣的壓力 王健林他就但在商界非常活躍 所以說他有可能就是得到了一些內部的消息 我覺得王健林跟太子黨都有密切的關係 作為中國的首富吧 王健林 那麼他的一舉一動 可能外界也是觀察很密切 同時也反映出了中國經濟 甚至證據的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另一個地產巨頭潘石屹 也在加快出售資產的腳步 最近三年 潘石屹通過出售旗下地產物業 共套現236億元 大家對於土地、房子 這類固定資產的價值不看好了 覺得它以後要跌 所以我們不能把公司的盈利 再建立在房子漲價這種事情上 就是這個意思 那賣了房子賣了地 又沒辦法換成美元匯到國外怎麼辦呢 那也就只能看看國內還有什麼風險 相對較低一點的投資項目吧 文昭分析認為 現在這些有上層關係的地產大亨們 一致看衰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將資本撤出房地產市場 是不是他們得到了什麼消息 未來中國房地產業 又會迎來什麼變動呢 值得關注